风波不断的顶王现在有民众提供了文件来爆料 看得出来顶王跟着进货厂商包含有好神 有名还有北厨都是实质的关心人 而另外呢这一年从三家公司进货量 居然是占了顶王高达24% 金额高达1.5亿元 加上之前中生新闻独家发现 顶王跟好神来进货这个雪花牛肉 居然是一公斤只要100块钱 疑似进货价格不实 而另外呢这爆料说顶王为了上市贵 叫来好手美化财报数字 不过这些书法顶王统统否认 从顶王的进货厂商高雄露竹的好神食品厂后头 一堆磁碎的报表当中中天新闻独家发现 好神食品疑似就是原本顶王的中央厨房 捷害两家公司台面下似乎关系匪浅 如今又有民众爆料 疑似内部的财务报表流出 上头清楚写着 顶王的三家进货公司 好神食品 有名国际 北厨食品 都是顶王的实质关系人 而根据法规解释 企业间的关系人 可能两个公司是同一个负责人 或是负责人就在几等轻之内 甚至有互相投资的关系 而报表的最上头更隐藏了 某一家公司在两年前跟陈世民 就是同一个老板 此外报表中更显示 顶王光是从101年就从这三家公司 进货量高达24% 进而达到1.5亿以上 如此一来 如果在进货价格有异常 或财报不公开透明 就会涉及违法 如果真的要上市贵的话 必须先排除掉 所谓的非常规交易 所以我们看得到 在整个内容里面 特别提到像这个好神食品 还有北厨等等这些 里面写到说 它是跟这个陈世民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必须先做一个切割 如今从好神的进货报表中 可以看出 雪花牛跟去骨肥牛 一公斤竞价100元 明显低于市场行情 爆料人更是透露 鼎王特别去找辅导 上市贵的券商好手 以及知名会计师 来帮忙协助美化报表 祈求能在近期内 凭上市贵成功 但对此指控 鼎王否认 距离上市贵本身 都还在辅导的 非常的初级的阶段 事实上是没有 美化财报的必要 因为事实上他还没有 对外做任何的公开募集 跟发行 鼎王从两年前 找辅导券商 开始立拼上市上贵 如今连环爆料 执行长陈世民也承认 跟立拼上市贵过程 股东的意见有关 让原本的鼎王 麻辣锅食安问题 蒙上金钱全力 斗争营运 记者最后报道